明天是周末 也许你想要去看部电影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电影的消息 国片的热潮持续延烧 小成本拍摄 没有明星 没有爱情元素的阵头 观影的人数已经破百万了 票房甚至冲破两亿元 同时成本比较高 明星很多 场面又大的 痞子英雄却不见得亮眼 是观众的胃口改变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电影 两部在过年前后 上映的强挡大戏 延续国片热潮 在年节结束后 票房也纷纷开出破亿夹击 只是将两者拿来比一比 许多人似乎觉得 痞子英雄的票房不如阵头来得好 对于这样的比较 自身引擎人出来替痞子很冤 因为它属于动作 经费枪战 这种大规模的影片 它首周对它是比较好的 所谓的票房收割的时间 对 但是因为它第一周 有一点辛苦了 然后第二周又遇到 这么多好莱坞的大片去加工它 所以它的观众课程的流失 的速度比较快 以三千万小额打造了阵头 上映时间仅短短两周 票房就破亿 又过两个星期 票房再度翻倍成长 而赤之3.5亿重金打造的痞子英雄 比阵头还早一周上映 却经过23天的票房催票 才开破亿红盘 而且两部国片的卡斯阵容 也差了一大截 你说海角7号的时候 它也并不是一个大卡斯 但是它全台卖了5.3亿 你说赛德哥把人物大卡斯 它也是没有的 但是它的成绩是很好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求女孩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的观众 其实它其实并不明信于卡斯的 它是比较在乎这个故事的本质 跟我们生活 跟我们习惯的人的关系 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发现这么多 那些台湾观众真正在乎的是一个故事 这故事对他们有没有有趣 有没有特别 够不够特殊 有没有人情味 有没有在地的情怀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考量 国片热潮越来越夯 但如果没有好的剧情 观众也不会心甘情愿 掏出荷包来看电影 只能说巨星光芒 不再是票房保证 联合影音综合报导